可能英文更加知道的多一点 我尽可能把中文的 就是它的意思能够讲清楚 我首先来讲一下 什么叫药物的依从性 因为我想了很长的时间 我的这个讲座的题目 要用什么做题目 这个药物的依从性 我觉得很多社区 可能会比较困惑说 什么是药物的依从性 但是我想了半天 也真的没找到 它真正对应的中文的翻译 所以我还是用了这个 这个title做我的讲座的 这个题目 但是我首先我觉得 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是药物的依从性 什么药物依从性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来定义呢 就是说这个患者的行为 和他与卫生保健提供者 主要是医生 因为现在我用卫生保健者 提供卫生保健提供者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医生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 像Nursic Practitioner 以及这个Physician Assistant 他们也有处方权 所以他们也是这个 卫生保健的提供者 甚至也包括这个药剂师 都会有在这个病人的 保健提供过程中 提供这样的一些保健 所以呢我用了这个 卫生保健者 那么他们会商议说 我们要怎么样吃 这样的一个药 然后患者呢就根据 这样的一个药物的处方 来说来服从这个药物的程度 比如说跟你说要 要take这种 处方药说你要take metafoaming 一种常见的糖尿病的药物 处方说你要take500 500毫克的一天吃两次 那么你是不是一天 按500毫克吃了两次 然后你的医生说 你要早上吃一次 晚上吃一次 你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吃的 还是你就是决定 早上吃一次 中午吃一次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按照 你的医生所规定的 你去吃的药物来吃药 就是服从的程度 所以它叫药物一层性 那么怎么样规定说 世界卫生组织说 如果你的这个服用 80%以上的处方药 也就是说你一个星期的药 你只有一天忘了吃 那么你就符合了 80%的一层性 如果超过一天以上没吃 那就低于80% 那么我们就说这是不一层的 但是有些药呢 它的药物一层性的定义呢 就会不一样一些 比如说艾滋病病人 那么他们的药物一层性呢 就达到95%以上 才能够有真正的 很好的治疗作用 也就是说像艾滋病这部分病人 如果他要求95%以上的一层性 那么也就是说他一个月 只能是忘了有一天不吃药 那么才能符合 这样的一层性的定义 刚才桑林也讲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在最后我们会有一个时间 给大家问问题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写下来 我尽可能的 在这个讲座过程中 给大家讲清楚 但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最后我会一起来回答这些问题 为什么药物一层性这么重要呢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这个Dr. Koo 这个医生他说的话 就是说不管你药物多好 如果你不吃药 你不去吃 那肯定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在现实中呢 因为病人患者的一些 自我的这种信念 就是他们自己相信怎么样的 去他自己的这种感知 他的信念 所以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 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社区的这种调研的数据 那么待会你会看到 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患者 慢性病的患者 有这个药物一层性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药物一层性的问题 待会我都会跟大家讨论一下 那么在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和哮喘的这部分 慢性疾病的研究里面 我们发现低的一层性 和患者的信念本身 就是患者怎么相信的 是非常有关系的 很多的高血压患者 都没有坚持使用 抗高血压的药物 其实我自己就认识不少的老人 或者是我的病人 或者是有些是朋友的父母啊 他们对这个高血压都很有误解 他认为这个高血压的 本身也没有什么症状 然后呢有可能吃这个高血压的药物 又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他认为这个不良反应 让他更加担心 而不是高血压本身 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念 他们就会认为 他对药物的这种需求 会判断错误 他就会说 我觉得这些不良药物 让我非常的担心 所以呢我宁可 少吃点药 或者是不吃药 这样的话呢 就会没有不良反应 但是高血压也没有很好的控制 待会我们一定会讨论一下 这样的就是说 这些患者的信念和感知 是怎么样影响他们的 这些慢性病药物的 这个药物依存性 但是我们非常想 跟社区分享的一点 就是说 这些慢性病的药物呢 这些慢性病很多呢 你看不到它的 甚至你都感觉不到 你的血压可能是160 高压160 积压已经95了 但是你可能没有任何的感觉 这也就是慢性病的药物依存性 很低的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你忽视了这个高血压 你可能并不能短期 感觉不到任何的症状 你说我吃不吃药都没有感觉 但是长期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我自己在这个住院病人里面 就看到很多的病人 他们因为高血压不吃药 然后突然一下子 那个高压跑到200 然后到我们这里来住院 那急诊肯定看到更多 这种高血压 一下子跳到非常高的 然后过来急诊的 还有就是长期的导致的冠状 动脉疾病 动脉瘤 心衰 肾衰 中风 甚至痴呆 这些都是长期的高血压失控的 导致的风险 但是我 我觉得这些呢 都要跟这个社区 就是你的家庭医生 都要多通 长期的这种慢性病治疗 它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那这些药物使用不当的 导致病发症和住院的治疗 是真的是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多 因为现在的药物 实际上本身已经非常好了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包括像高血压 糖尿病都有很多的选择 但是呢 我自己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们的住院的病人 每次住院的时候 我都会看他们的住院 进来的住院的这些药物的 他在住院之前吃了哪些药啊 他整这个药单 我们都会去看 那我经常都会看到 他们自己改这个处方的 明明处方上说 你一天吃一片 他决定一天吃半片 然后呢 如果觉得血压高的时候呢 我就一天吃两片 经常自己改这个处方的 是非常多 但是这样药物的 使用不上的 经常会导致血压非常高的 然后住院到医院里面来 治疗高血压的 都都有很多 然后像我们刚才讲的 有很多很多的并发症 也会因为长期的血压失控 导致这样的原因 那么患者呢 经常很多的话 在大半一半的时间里面 都不按规定服药 还有一些呢 患有这种慢性病的患者呢 像这种数字 可能要达到将近80%的病人 这个是非常 我待会分享一下 这个无症状的这种患者 他们的这个药物的 依从性的很大的问题 以及他主要的一些问题 从这个病人的调研报告中 来的一些数据 让大家知道 整个的情况呢 确实也是确实很严重 那么相关的一些因素呢 就包括一些 故意不宜从 比如说 病人就过来说 我吃了这个药 我觉得 我们刚才讲的 本身你血压高到一定时候 你也不一定能够 感觉到这个血压高 然后呢 吃了药了呢 以后你也感觉 弱不到它的疗效 所以那就是 感觉不到这样的疗效呢 就会让一些病人说 因为我感觉不到疗效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药 我就不需要吃了 但同时呢 因为有一些药呢 他在刚刚吃的时候 前一两个星期 刚刚吃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些不良反应 比如说有些 有一种高血压药 叫做BetaBlocker 很多人可能在吃的 叫Metoprol 这个药 他呢 可能会感觉到一些 不良反应 包括让心跳 比较慢一些 然后呢 心跳慢的时候 因为你 刚刚吃的前两个星期 可能就不大适应 然后这样的 感觉到的一些 不良反应 你不了解 所以呢 就会导致这个药物的 依从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哎呀 我觉得这个药 对我也没啥帮助 所以吃不吃药 我也不在乎 反正 我 吃压高 我也感觉不到 任何的 任何的症状 所以这个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导致这种 故意不依从 就是我 我没人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 我也感觉不到效果 所以我就 我就不吃了 就病人自己决定的 还有呢 就是方便请见 比如说 你的医生 给你开了一天两次 觉得我一天吃两次 太多了 老记不住 我就把它改成一天一次 所以就改了一下 它的剂量 或者是我 一天吃两次的剂量 我干脆把这个 把这两片药 我都早上一起吃了 我见过的病人都有 还有就是说 我现在 虽然我吃的 这个高血压药呢 有半年了 我现在觉得 我的血压都很正常了 我能不能停下来看看 我是不是不需要这个药了 我曾经就有 别人问过我 说 哎呀 我现在 这个高血压 我现在觉得最近 血压控制的很好 我因为最近经常走路 所以我血压控制的很好了 我是不是 可以停下来 不用吃了 还有一个 很常见的因素呢 就是说 哎呀 这个药很贵 药很贵 然后 我觉得 我也付不起这些药 这确实是在市场上有一些新药呢 它的药确实比较贵 待会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这部分药很贵的这一部分药 我们有些什么办法去降低它的药物的价格 当然不是所有的药 但是很多药都可以去 有办法去把它的价格 它的这种药的价格降下来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非故意的 就是说 经常会忘记 吃药 我记得有一个 医生 他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他说他以前 他现在年纪大了一些 六七十岁以后呢 他自己也有些慢性病 他说他以前 自己当医生的时候 给病人开药 然后呢病人 经常忘了吃啊 就是经常回来说 哎呀我又忘了 我这个星期忘了13次 他说他老是不理解 为什么这些人就老是忘了吃药 然后他说等我自己 现在有慢性病了 我一天吃两次药 我还经常忘 他说我 我现在能够理解他们了 我觉得这个忘记吃药呢 也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 有些人他确实知道 像医生他自己也真的知道 这个吃药很重要很重要 他也知道这些药物 对他的慢性病 长期控制的这些好处 但是呢他也会忘 待会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去 去能够记得吃药 他有一个呢就是 我不确定怎么样去吃这个药 比如说有一部分 病人他可能 有这个视力的问题啊 或者亲密的问题啊 当处方来的时候呢 他也没听清楚 医生说你要怎么样吃 然后呢他也不去问 就是他就是很confused 他不确定怎么吃 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吃 干脆不吃了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他这个老年人 有一部分老年人 可能在这个 吃这个大的药丸子 就吞不下去 对这部分吞不下去的呢 也要怎么样去 他并不是故意的 可是他就是很难把他吞下去 那怎么办呢 待会也讨论一下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这部分哮喘的病人 比如说他是这样 靠这个吸进去的 这种叫做Inhaler 然后治疗他的哮喘 他就是说 有的时候设备 也会出一些问题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问题 还刚才也说了 非故意的呢 也包括他对这种 必要性的了解 这也非常常见 就是当你新诊断的一个 高血压也好 糖尿病也好 还有包括的这种 假衰 就是这个SYRO 就有问题的 甲状腺有问题的 这一部分 在老年人也比较常见 他们就对这个药 也缺乏必要性的了解 主要是对他的这种 长期的 长期的这种 没有控制好的高血压 或者没有控制好的糖尿病 他的这种后果 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对这个必要性 也是缺乏了解 也是非常常见的 非故意的不依从的一个原因 还有就是老年人 可能是在读这个 药单子的时候会出问题 就看错了 比如说本来是 一天要吃两次的 就看成了一次 因为眼睛老花了 看不清楚了 这个也有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非故意的不依从性 还有就是缺乏例行公式 就是如果你比如说 你吃药 你是每天早上刷完牙 就吃一片药 你每次刷牙的时候 就会记得这个吃药 那么就变成了一种 例行公式 这样的一个习惯 如果能够保持下来的话 那你就会记得吃药 但是如果缺乏 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 那你可能会忘记 但是这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非故意的 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 导致不依从性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张的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办法把它翻译成中文 但是我会给大家用中文来解释 这个就是不依从性的一些行为方式 就是忘了吃药 或者是忘了自己有没有吃 晚上的时候就忘了早上有没有吃 然后第二天也忘了前一天晚上有没有吃 还有就是有一部分 就是忘了比如说这个药已经吃完了 就忘了到药房去拿新的药 这也非常常见 大概28%的将近三分之一的病人 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 这个也非常常见 我觉得可能都高于22% 但是这是2013年的全美的一个报告 他们吃的就是比这个厨房的剂量要低 这个我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医院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去给他们看 病人就会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这样吃的 但是你去看他到药房拿的 拿药的这个次数的话 就明显低于他应该去拿药的次数 比如说他拿了30片药丸 他应该吃一个月 结果他每两个月才去拿一次药 你就知道他肯定吃的不对 所以这部分呢就是非常非常常见 因为这部分病人呢 可能他觉得会有不良作用 所以他就会吃一个比较小的剂量 我自己的感觉 很多人包括我在认识的一些亲友里面 就有很多 他会说要我吃一片 我就觉得我吃半片就够了 所以这也比较常见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 新开的药 这个也是非常常见 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病人 他刚刚出现了心梗 心肌梗塞 然后呢他就会给开很多的药 可能是一个很长的单子 然后就干脆不去拿药了 这个也是就是说新的一些处方 直接就没有拿的 也是非常常见的 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自己决定 说我觉得这个有副作用 或者我觉得我自己高血压已经控制好了 所以我现在不需要去吃了 我自己在这个临床看到 非常不在少数的病人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就是自己 这是一个调研报告 就是病人自己说的 他们不依从性的一些原因 你可以看到 相近一半的病人就是忘了 确实是就是忘了 我知道这个药我要吃 我知道这个我的高血压需要控制 我知道糖尿病我也需要控制 但是我就是记不住 一天吃两次我记不住 我老是忘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药吃完了 就没去拿 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出差 然后这个药呢也忘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药相对比较贵 就想省点钱也是有的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副作用 也太忙了都是原因 还有一部分呢就认为这个药不起作用 我感知不到它的效果 另外呢就是说 有部分认为这个药就是不需要的 我觉得我的高血压这个程度的话 比如说149症我不需要这个药 也有一部分病人是这样的 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就是说 我就是不喜欢吃药 都是都是有的 我们在这个 这个张这张 slide里面我们会讨论一下 从这个 长期的来讲 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药物的依存性 最主要的就是首先 我们要让我们的病人 患者呢能够了解 这种慢性病和用于这种 慢性病的这种药物 他得知道 为什么这个慢性病 要用这个药物来长期的控制 这样呢才能够 只有在他能够理解 能够了解 能够真正理解需要这样的药物 他才能够减少这种 自主性改变这个药物依存的 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他要有这种动机 如果他能够了解 这样的慢性病 长期来讲会导致心衰 肾衰 那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来吃药 所以这个也非常重要 就是他能够有这样的动机去吃药 最后呢就是 他有了动机吃药以后呢 他可能会忘 那么对于这部分 容易忘了的这种行为 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行为 这张呢就是 也是我很难找到他的中文的 然后翻译成中文的话呢 就会让这个片不好看 但是我在这张 主要是有五个方面呢 导致了药物的不一层性 首先呢就是 经济方面的原因 和社会方面的原因 比如说 如果你去医院 那医生或者是护士 用英文跟你沟通 那你可能因为语言很有限啊 不能理解它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层性的原因 不一层的原因 因为 如果是十字率低 然后英文语言的 沟通能力有限的话 那就会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药物的不一层性 人家让你吃一片吃两次 你翻译的时候 听成了一天吃一次 都是有可能 还有一个就是 医疗的费用比较高 药物本身的成本比较高 还有就是家里边的孩子呢 你没有孩子在身边 也没有人去帮你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医疗系统的原因 并不是说这个 病人不服从 都是病人自己的原因 因为很多的问题 也出在医疗系统本身 就是提供者和患者的 关系差 还有就是缺乏这种 医疗保健的机会 和缺乏这种 护理的连续性 像我自己在医院里面 工作的话 我经常有病人住院来了 我们去看他 在住院之前的药单 然后我们会看到 有些问题 等他在出院的时候呢 在出院的药单里 也有可能会一些问题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 没有看到这些问题 那医疗保健系统 因为他本身的工作 比较繁忙 或者是他本身的 有一部分这种叫做gap 就是缺了这部分 人去看这个 那可能就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 我们有病人 在住院的时候 那个药物都有二三十种 怎么样能够保证 他住院来的时候 我们把药看清楚了 出院的时候 药也看清楚了 然后也跟他讲清楚了 这个是医疗保健系统 的问题 还有有多少 你的家庭医生 他也许也很忙 他有没有跟你解释清楚 你这个高血压 糖尿病 长期服药的重要性 这些可能都是医疗系统 本身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患者 本身的情况 比如说有一些身体的原因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慢性病可能没有症状 然后患者就说 那我就没症状 我吃药不吃药 都没感觉 一样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 比如说有一部分病人 是有抑郁症的 这部分病人 他可能就是说 对这个药物本身 吃药的这种服从 也会有一些影响 第三个就是治疗有关的 比如说 有些高血压的病人 他的血压就是 高压到了160 他可能至少要两种药 才能够把他的高血压 降下来 那他甚至是三种 那么这样治疗方案的 复杂的话 比如说 他呢 其中的三种药里面 有一种是 一天要吃三次 有一种一天要吃两次 还有一种药呢 一天要吃四次 那明显他的就是 非常复杂 他怎么能够记住 这样的药物 还有就是有些是 治疗的话呢 有些药确实有一些副作用啊 但是怎么样管理 这些副作用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与治疗有关的一些 被医层性的原因 还有就是患者有关的 就是比如说 他眼睛看不清楚啊 或者是耳朵听不清楚 或者是本身的话 有一部分 可能在老年的话 就是有这种 早期的老年痴呆 健忘 本身也有可能 还有就是心理的这种 心理的行为的一些原因 都有可能导致患者有关的 这样的一些非医层性 那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环节了 怎么样提高 这样的药物医层性 我们刚才讲了 那么对这些慢性的 慢性患者 长期的控制 高血压也好 糖尿病也好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药物 如果不能够控制好 长期的心衰 肾衰 中风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要知道长期的这种 控制的非常重要 所以呢 吃药也很重要 这个老年人要知道 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呢 又知道这些药物 怎么样相互作用的 然后呢 才能够提高 这样的药物医层性 当然我们刚才讲了 用五个方面来影响 这些药物的医层性 所以我们在这五个方面呢 每一个方面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 环节里面 会仔细的来讲一讲 怎么样能够 在这每个环节来提高 药物的医层性 我们刚才讲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最大的一个比例 就是忘记吃药了 那么忘记吃药的 怎么办呢 首先呢 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日常 来定制这个药物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 你有些药是一天吃两次的 那你就有可能 它只要是不要让你跟 不需要你跟食物一起吃的 那你就可以说 我早上刷牙 或者晚上刷牙一起吃 我就把它这个药 放在我的牙刷旁边 然后放一瓶矿泉水在那里 我每天就跟我的刷牙一起来做 或者是它需要跟食物一起吃的 那你就说 我可以每天 比如说跟早饭一起吃 或者是跟晚饭一起吃 这样的话 就能够跟你平常 日常的一些 一些日常的生活 连到一起 你就会记得 还有呢 就是我非常 我自身跟很多 这个病人聊过的 我就说 其实我最推荐的 现在的 那就是像一种 这种带提醒的这种药盒 如果你家里有家人 或者是有孩子 可以呢 让他们帮你把这个药 装在这种药盒里 他每天就会 到时间就会提醒 说我早上八点钟准备吃药 那他就会 在这个药盒就会 就会开始闪 说你要在这个时候吃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现在很多人 都有这种手机 手机上面有 有这种就是应用 像App 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应用 叫做MyTherapy 这个应用呢 我自己 因为我要给病人做介绍 所以我自己也装了一个 然后我就是教病人怎么用 我觉得这非常好 而且它是有中文的 所以呢 可以请你的 可以把这个App装上以后呢 你就可以说 你一天吃几次 定在什么时间 还有呢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 你刚刚去拿了 刚刚拿了90天的 你就把它输进去 说我还剩90天 那你等到还剩10天的时候 你让他提醒你 再去拿药 这个App 自动就会提醒你 说你还有10天 你要去拿下一个月的药了 或者下三个月的 下面三个月的药了 他会提醒你 还有一个就是 每天你讲 我要早上七点钟吃 这个药 我中午12点钟吃 我晚上6点钟吃 那这个App 就会自动的提醒你 说啊 你药需要吃了 你还可以让他提醒三次 他就会提醒你 然后你会把它 你吃完以后 你把它按掉 就说明你今天吃了 他会整个下来以后 你就知道 你不会忘了说 我今天早上有没有吃啊 我今天晚上有没有吃啊 因为你按了以后 说我吃过了 他自动就会 记录在这个App里面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应用 而且它有中文的应用 这个叫MyTherapy 所以这个App是非常好的 而且可以记录你 到底有多少次会忘了 或者是你每天是什么时候吃的 这个是 这个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长期的去用它 第二个呢 就是要知道 我刚才在强调的 首先的首先就是 你得在意识上知道 我要不吃这个药 它长期的后果 可能会非常的严重 那么呢 你就会知道 当然了 这个也不是说 你自己猜出来的 它的不服药的后果 你在你刚刚诊断出来 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时候 就可以跟你的家庭医生 去咨询 还有也可以在药房里 去跟你的药剂师 他第一次给你药的时候 甚至是你现在都可以去找他 他会跟你讲 你不吃这个药的话 长期的后果会是什么 一定要了解 这些药是怎么样作用的 然后它的长期的后果 你是对这个药知道的越多呢 你对这个药 依从去就更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要感受到的 治疗的这种需求 也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治疗是很必要的 然后你要了解它 你要找你的家庭医生也好 你的保健的提供者 你的药剂师 要知道这个必要性 首先要了解它 然后你就会 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去让你去按时吃药 按量去吃药 我们刚才讲了 也会忘记取药 比如说我经常 我不止一次看到 有高血压的病人 然后住院了 然后说 我现在手上的高血压的药物 都吃完了 完美去拿药 然后三天以后就住院了 就是因为那高血压就失控了 然后直接就是高压 跳到200以上 这个都是还是挺常见的 但是你怎么样去做呢 就是实际上面 你就很多保险 现在实际上允许90天 直接一次拿三个月的药 你就直接去拿药的时候 就问一下你的药房 说我们保险 允许是90天 现在实际上很多药房 也会帮你做 但是如果他没有帮你做 你就去问一下 你就直接拿90天的药 一次性三个月 然后呢 你还像刚才那样 我可以设一个手机提醒 或者是用你的这个 MyTherapy 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应用 或者是你就干脆 在手机上记一个闹钟 说我要在 在你的手机的日历上面说 我下一次拿药的话 是在80天 我还剩10天的时候 我准备再去拿 下一个90天的药 你一定要提供 就是说装一个手机的提醒 这样的话呢 你就能够记得 不会因为忘记吃药 然后这些 高血压也好 糖尿病也好 失控 然后去住院 导致很多不好的 这些结果 还有呢 就是感知的这种效果疗效 治疗的效果 我们刚才讲了 很多慢性病病人的 服药的依从性有问题 最主要的也是 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我感受不到这个效果 其实 肯定还是能感受到效果 这样的话 你就要咨询 你要去问你的医生 或者药剂师 如果吃了这个药以后 我能不能感觉到 因为很多 你如果高血压 失控的话 你头疼 你会头晕 但是你吃了这个药以后 你这些症状 你就会缓解 还有呢 像一些治疗 老年的这种 Depression 叫做 Dr. Dunn I need your help 这个Depression 这个叫做 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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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 我刚才还讲了 这个 抑郁症 这个药物的治疗 它可能 不是你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你就可以看到效果的 像这些抑郁症的治疗 有的是 要两三个月 至少一个月 以上你才能够 感受到治疗效果 所以呢 你就得问你的医生 或者你的药剂师 你要 多久你能 才能够感受 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知道你要多久 才能够感受到效果 也会增加这个药物的益存性 第二个呢 就是 病人的 有可能会 感到很困惑 比如说 你的家庭医生 给你开了一个药 你说 我原来是吃一天 吃一片 吃一次的 我现在怎么突然改情了 一天吃一片 吃两次了 那有可能是医疗系统 出了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 困惑的话 就一定一定一定 要去问清楚 千万不能够说 我原来他让我吃一次 现在吃两次 有可能就是他改了吧 这个 有可能是医疗系统 本身出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最常出现的这种 医疗的错误 实际上是在住院前 和住院后 有一部分 记录搞错了 都是有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说 要有一个家庭医生 然后这个家庭医生呢 就是把你所有的记录 都保存在那里 你所有的 患者的这些 病例啊 一些这个 开过刀的记录啊 所有的药单啊 吃的药单 全部保留在那里 然后如果出现了 比如说 住院了 或者有新的病了 诊断出来了 都要通知家庭医生 这样你所有的记录 都保留在家庭医生这里 那么的话就出错的 可能就会小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一再讲 家庭医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有一个 所有的记录 保存在这里的一个地方 我记得大约很多年前 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 我也不了解家庭医生制度 然后有那么几年 我也没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一直到等我从药学院 进去以后 我开始慢慢知道 家庭医生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 让我们的社区能够了解 这样的家庭医生是非常重要 你每年的年度体检 入院和这个新的病 所有的都能够保存在那里 这样就会减少很多的错误 实际上像我们在医院里面 工作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些药搞不清楚 我们经常会跟家庭医生 办公室打电话 就会问他们说 你知不知道这样的问题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药房开的单子 是一天吃两次 为什么我们在记录里 看到的是一天吃一次 我们就会找他的家庭医生去核实 所以你一定要有个家庭医生 并保持所有的记录在那里 然后还有第二点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直可能在我所有的里面 都会讲到的 就是家庭的支持 如果家里有孩子 他可以帮你把你的药盒 比如说你有这种叫Pure Box 就是把所有的药装在里面 早上吃一次 晚上吃一次的 都标得清清楚楚 这样也会减少他的错误 而且你的家庭呢 支持孩子也可以帮你 把这些药单写清楚 每一次入院出院 都会把这些药单重新整理出来 都会减少他的错误 也会减少这些困惑 说我为什么这个药就会改了呢 我原来吃一次 现在为什么改成两次呢 这个都要搞清楚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说要了解这个 严重程度的这种认识 我们一再讲的就是说 不是说高血压糖尿病 这些慢性病 他没有 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 他的症状 就并不代表他不严重 我实际上见过不少病人 他们的长期的血糖控制 都是高于200 250 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 他突然一下子就住院了 然后就是射衰了 然后就是需要透析了 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慢性病的严重程度的认识 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如果呢 老年人非常常见的 就是视力问题 你可能读这个药瓶 就会出现问题 他让你吃一次 你变成了 看成了吃两次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 要家庭能够支援 还有呢 就是你一定要澄清 而且呢 最好的办法呢 你也要在 去拿药的时候 你就告诉药剂师 说我看不太清楚 你可不可以 跟我说一下 这到底怎么吃 然后如果他告诉你了以后 你还可以跟他说 你刚才说是一天吃一次 或者吃两次 你跟他再重新问一下 确定你理解的是对的 所以这个澄清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听力问题 那么如果是这种 有听力或者视力的问题呢 你还可以去 要求你 请你的家人啊 帮你把你的那种药盒子 一个星期的药盒子都装好 提前装好 然后呢 这样也不会忘 也会知道怎么样吃 如果听力有问题 也可以装助听器 也可以通知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药房 他们呢 如果知道你听力有问题 也会提供特殊的一些帮助 来帮你 帮助你理解这样的 怎么样吃药 我们刚才也讲到了 老年人 假如你说 我有吞咽的问题 这么大的这个药丸 我怎么能吞得下去 其实有很多药呢 它是有一些液体的 那么你就不用吞那个药丸 你就每天吃个五毫升 也可以 就直接吃下去了 或者是有一些那种药丸 它可以打开的 这个都可以去 去跟你的家庭医生沟通 有没有这种液体方式的药啊 我吞不下去这么大药丸啊 还有一些像糖尿病的一些药 真的药丸很大的话 它还有那种皮下注手 皮下打的这种药 还有一些药是 一个星期就打一次的那种 都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 跟你的沟通 看看能不能换 别的可以不用直接吞的这种药 还有呢 就是我们也要讲到这种 治疗相关的 就是我刚才讲了 假如你 非常复杂的一个治疗方案 你要吃高血压 要吃三种药 然后其中一种是一天吃三次 另外一种一天吃四次 还有一种一天吃两次 那可能就会引起 你的这种混乱 你也搞不清楚怎么吃 然后那种药有没有吃 就乱了 那实际上呢 现在很多的这个高血压药也好 糖尿病液也好 它有一种药丸 就直接含两种药物的 就这一个一片 就吃了一天吃一次就好了 所以要问一下医生 这种药呢 有没有两种药丸在一起的 那就很方便了 你就会记得 如果你一天只吃一次 或者一天只吃两次 这一粒药丸 它已经包含了两种药物 那就比较简单了 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你一天吃两三次 肯定没有一天吃一次的 如果你的药 只要一天吃一次 甚至有的糖尿病的药物 是一个星期才皮下注射一次 那就会减少这种 忘记的可能性 所以这些都非常重要 这些可以跟医生去讨论 当然了你不能够跟医生说 我就是每天 你让我吃两次 我就吃两次 我一次都没漏掉 你得跟医生说实话 这样他们才能够帮助你 所以不可以 就是说要这样的话呢 就其实是有很多办法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副作用 现在实际上面 很多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副作用 都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但有些药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你在拿药的时候就可以跟你的药房的药剂师沟通 他们会跟你说 你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大概多长时间 像有很多药 它的副作用可能就一两个星期 比如说那种糖尿病的药 叫Metaphobin的 你可能在前一两个星期吃的时候 就会有拉肚子的症状 可是过完了以后也就好了 所以呢这就是说怎么样去搞清楚 然后知道你预期是什么 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去监测它的一些副作用 最后呢就是我们也讲到 药物的不一层性 不是患者单方面的 那么医疗系统也是有可能有问题的 那么医疗系统怎么样帮助你呢 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重新的去补充药物 比如说你的处方到期了 怎么办 就是你如果去拿药 你没有这种 没有人送你去 你可能呢就是可以去跟药房读通 他可能可以把药直接寄到你家里 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跟药房说 直接可不可以直接拿90天 还有就是有一些呢 还可以跟保险去直接沟通 给他们打电话 去沟通怎么样把这个药物能够拿到 另外呢就是你与这个医生和药剂师之间的关系 尽可能呢保持一位家庭医生 也尽可能把你的药呢在一家药房打 这样呢他们就能够保留你的记录 防止一些错误的发生 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医生之间缺乏沟通 比如说你去看心理科医生 这个抑郁症的治疗 还有就是你有一个家有一个 比如说其他的有一个要开刀的医生 然后你这样的一些记录 他们之间可能会没有办法直接知道 他也不一定会直接沟通 那你就得要有一个家庭医生 你要负责把你所有的记录都放到你家庭医生那里 那样的话呢就会避免一些错误的发生 还有呢就是医生可能并不知道你的需求 你开了一个高血压的药 然后吃完了以后呢心率变得很慢 然后你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你就自己决定说我因为有这样的问题 我就不吃了 但医生并不知道你有这个问题 你一定要保留跟医生沟通 一定要与他们沟通 然后这样的话你这个药的副作用 他们能够知道才能够帮助你 这个沟通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最后一点我们就讲到的这种社会和这种经济的原因 如果有语言的障碍 你知道现在的话呢实际上面在最近的几年 在这个语言方面 我觉得他的很多的家庭医生也好 这个入院的病人也好 都是会以你自己的语言来帮你打印材料的 可以直接用中文给你打 你可以直接读得通 然后呢你也可以叫这种翻译来帮助你理解 如果有这种理解方面的障碍 也可以请家庭的成员帮助沟通 家里的孩子啊孙子都有可能 还有就是药物的费用问题 我们刚才讲了有些药可能会很贵 有些人可能没有保险 你就可以跟医生沟通说 能不能开更加便宜这些的药啊 还有就是有一些药呢 可能有一些打折卡也可以提供 有一些公司药物公司有些比较贵的药 他还有一些优惠券 还有一些协助的一些 就是穷人的一些系统帮助你去做 所以呢这些都是有可能能够降低药物的费用 还有呢就是社会的支援 就是我自己这也是我今天在这里来给大家开这个讲座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社区的话呢 也会要共同一些努力来帮助 就像光源社现在有这样的这种家庭医生的门诊 都会帮助社区来克服一些这样的很多的这种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 来帮助我们的患者 达到他们需要的药 并且按时按量的来吃 所以提高这种一从性的行为干预呢 主要就是你要制定一个例行的公式 就像你每天早上晚上刷牙的时候吃 吃饭的时候吃 还有呢就是跟你的医生讨论 能不能把这个简化 比如说两个药丸 现在就是有一种一个药丸就包含两种药的 那也有可能 还有就是怎么样降低它的费用 有很多的打折卡呀 有一些病患者的帮助的系统 都是可能降低这些成本 还有就是怎么样能够定制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案 你原来一天吃两三次 现在只要一天吃一次 甚至一个星期就打一次的这种皮下注射 就可以控制的 也是有可能 还有呢就是确认适当的这种给药的这种支持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可以用这个Pure Box 就是那种装药的药盒子 一个星期就给你装好的 还有就是用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些应用来提醒 这些都是可以去提高这种药物的依存性 来帮助你提高这种按时的吃药 按量的吃药来控制这样的慢性病 包括高血压和糖尿病 另外呢就是要增加这种他人的一些支持 包括这种你的家庭医生呢 可以跟你讲清楚为什么要吃这些药 如果不吃这些药它的后果会怎么样 还有就是提供这种依存性的一些工具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 还可以帮你去把这些药盒提前装好 那么我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 我现在可以去回答大家的问题 谢谢 感谢观看